新城乡阿美族狩猎祭又称为是捕鸟祭 是南市阿美特殊的一个祭典 在农忙的时候每个部落会组成农耕队 这种农耕队或农耕小组在早期阿美族的社会是很盛行的 阿美族的老人家相信一定要把鸭鸟补光 明年才会丰收之后隆重举行庆祝的盛宴祭典 狩猎祭是阿美族12月份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祭典 属成捕鸟祭每月顺务时分 阿美族会集体外出狩猎树舟在田园里捕鸟 因为阿美族的老人相信一定要把鸭鸟补光 明年够采购丰收之后隆重举行庆祝盛宴祭典 现在将部落头目也展示狩猎的工具来为下一代来解说 你要闹 就是人家过就 过下去 人家就锁掉了 这样 一只三枪就抓到了 要挂就要挂这样挂 挂就进去 然后这个要打开 挂在这个地方 哇 这个好尖哦 对 它要进去就进去了 就这样了 知道吗 这个很尖啊 我很害怕 对 好吧 好吧 这是陷阱啊 抓陷阱的 抓那个三枪的 三枪的啊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抓的 抓三枪 对 这个要抓三枪 今天下场合理台 新人嘉宾代表葛秋夫 天津峰 新人迪布斯一赖 李正文 汉州军佑 四号和五号 两天上午前往西城部落 宋安部落 复兴部落 东方龙墨部落 华阳部落 和北部部落来参加 祝我们一年一度的盛事 过去农业时代 农业时代 我们的祖先 耕作 种稻子 种一些农作物 会有什么 很多的害鸟 会去吃我们的农作物 过去 没有网制 都用传统的一个方式 来补这个鸟 其实传统的方式 补鸟比用网的方式 补鸟更棒 我们的祖先啊 遗留下来的 而且这个文化传承 一定要传下去 记忆现在都没有再教了 我们昨天在 新城的时候 我看到温头目 他特别做了几样 请人家一些部落的长老 几样 用竹子的方式 来做这个 补鸟的一个方式 教导大家 非常非常的棒 他说 现在我们是 以生态为主 每年十月份 是新城乡 原住民部落举办补鸟记 部落人住民遵循传统 希望阿美族传统记忆 能够得以延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